頭炮輸日本 武品國族踢人頭 港族挑戰太極虎演韓戰 在南韓虎山舉行的東亞足球錦標賽 星期二晚正式展開 打頭陣的就有中日大戰 有較出名的韋世豪和于大寶 先列後備國族 不知是否貫切了一項勇武的踢法 在日本由夏里北海道 摘放江薩多的前鋒寧木武藏 29分鐘門前撞入 先落後一球之下 1分鐘後 姜志鵬在一次長球之中 居然飛踢到對方後衛喬江大樹的頭上 但烏接別克席的球證只是出事一面王牌 國族雖然好賽不用打小過 但日本又靠大阪飛腳後衛三浦賢泰 在70分鐘接應各球頂入 即使國族在90分鐘 有董學生為球隊全場第一次攻門中框頂入 但國族都是以1比2不定日本 三場制之下先輸一場 至於連同前身東亞杯來來第三次打入決賽周的港竹 這下午就在比賽場地作最後操練 以準備星期三運挑戰東道主南韓 港竹其中一個要克服的困難 就是當地最低借得攝攝一度的氣溫 適應了兩萬都還算可以的 但一快一點的速度 大家就會休息很辛苦 遲天要乾燥 雖然南韓以全土炮出戰 但都不乏熟悉名字 包括曾經效力卡迪夫城和韋根的金寶拱 也有上年世界杯的正選門將 效力FC大優的趙賢游 對著亞洲強隊 最基本是堅持我們防守的紀律性 和團隊的合作能力 始終是先做好防守 港行戰將會在星期三晚六點半開播